大家好,我叫宋哲,我来自于中国西安,我的本科学校是圣玛丽大学在明尼苏达,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和体育管理。 如果你来到威廉玛丽,你将不会是唯一的国际学生,在这里我们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你会和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交流,会领略到其他各个国家的文化,所以你绝对不会孤单,绝对不是唯一的国际学生。 在你来威廉玛丽之前,我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多练习你的口语,因为在美国上课你要经常和老师交流和同学交流,所以如何快速流利,婉转地表达你的意思和很好的交流与其他同学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练习好你的口语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威廉玛丽会计学项目在工作的,帮你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有很强大的关系网络和各个公司,通过这个会计学的项目,我成功地找到了华盛顿安永公司的实习,所以来到威廉玛丽,你将会有很多机会和不同公司的招聘方联系,然后拓展你的社交网络。 因为威廉玛丽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然后有很多同学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所以不管在课堂中,还是在你业余的生活活动中,你的观点和你的想法和你不同的文化都会受到重视,而且在威廉玛丽这个学校中,我们经常会有各个国家文化的一些庆祝活动,所以来到威廉玛丽商学院,你会有机会展示你的文化,同时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选择威廉玛丽商学院有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这里的历史悠久,它是美国最早的大学之一,然后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这里它提供一个会计学硕士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双硕士的一个项目,在这里学习我有机会可以在两年半里同时拿到会计学项目的硕士,同时拿到工商管理学的硕士。 第三个原因就是强大的社交网络,威廉玛丽商学院会计学项目和各个公司有很好的联系,所以在这里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你快速成功地找到工作单位在你学习之后。 总统